雌雄白鹅情深事 了悟幻想于本真 青丝华福皆退去 一身鹤衣入水中 上集我们说到 释迦牟尼得知新城的真相 他既自责又愧疚 同时心中疑问越来越多 每日沉浸在痛苦之中 耶稣陀罗梦见西达多离开自己 引入山林 西达多是否真的如梦见所显示一般 抛弃一切成为弃绝者呢 与之详请 请看今日的故事 我们将继续为您解说 耶稣陀罗从梦中惊醒 未见西达多在身侧 便慌忙地在王宫中寻找 耶稣陀罗在宫道中 发现一只死去的白鹅 再往前走 西达多就出现在眼前 他努力为一只雌鹅喝水 但雌鹅不肯接受 依旧难受地死去 耶稣陀罗告诉他 熊鸟已经死去 雌鸟也会舍命相随 绝不受离别之苦 爱已相细 无法割舍 爱人已逝 又岂能独活 西达多眼含泪水 至此他又明白了一件令人痛苦的事 爱的尽头仍然是痛苦 欢乐转瞬即逝 痛苦绵绵无期 爱本幻想 离别才是永恒 战争 尸海 流血 牺牲 新城里所见的衰老与疾病 白鹅双双离去 这一切都挤满了西达多的大脑 即便是冥想 也无法让他得到亲近 西达多下定了决心 他要去修行 直到找到解脱之法 他向耶稣陀罗说明自己的想法 耶稣陀罗自知无法再劝阻他 唯独提出一个请求 那就是请求西达多 在黑夜无人看见时离去 耶稣陀罗顾念丈夫 在外无人照顾 特意寻到车逆 嘱咐他 以后要日夜不离地 跟在西达多身边 夜晚悄悄来临 耶稣陀罗满怀不舍地 为西达多收拾衣物 他能接受西达多离开自己 却不能接受 丈夫沉浸在痛苦里 成全是身为妻子 唯一能做的事 耶稣陀罗赶在西达多回来之前假装睡着 西达多步入室内 眷恋地望着深爱的妻子 最终脱下鞋子 没有拿起任何东西 转身离去 国王与王后一起来看望孙子 却发现耶稣陀罗的异样 耶稣陀罗失魂落魄地 说出西达多离开的事实 国王难以接受 他急忙换来众人 想让大家一起寻找西达多 这时 降宫试探地问西达多是否独自离开 耶稣陀罗告诉他们 车逆也跟在他身边 这一句话让大家松了口气 王帝安慰国王 这也许只是王储一时心情郁闷 想上临终休闲一阵 并非一直不回来 可耶稣陀罗却说道 人人都试图解除悲伤 找到悲伤深处 才是此行缘有 山高路远 到宁静的密林 我只知道一种办法 能使人安宁 那便是 气绝 耶稣陀罗话音刚落 波提王后因震惊 而晕厥了过去 好不容易醒来 王后拼命恳求国王 将西达多带回来 可国王因怒火攻心 站都无法站稳 他脑子里 再次浮现 阿斯陀仙人的那张脸 如噩梦一样 挥之不去的预言 回荡在耳边 就像是一个宿命 注定无法违背 这时 车逆和西达多二人 来到了河边 西达多欲断发 车逆忙阻止 并交集询问 这是为何 西达多回答 断发 意味着抛却杂念 摒弃肉体的欲望 而我已决意 抛弃一切物欲之念 西达多请求车逆 帮自己断发 车逆心中本不愿 可因为这是王储的命令 不得不遵循 断发后 西达多摘下自己身上 所有珍贵饰品 令车逆 替自己交还给国王 并替自己安慰国王与王后 车逆悲伤地哽咽说 自己都伤心不止 何况国王与王后 他又如何能安慰 西达多的父母呢 西达多说道 就这样对他们说吧 人生数载 总有离别 车逆又说 临终修行极为艰苦 你又怎能席地而眠呢 西达多安慰着车逆 回答道 我要过弃绝者的生活 亲身感受那猪般痛苦 因此才摒弃了人生的欢愉 不要再担心我 回到加皮罗位去吧 就这般 车逆牵着马 独自离开 西达多正式开始了 属于他一个人的修行 宫里的消息没过多久 就传到了宫外 百姓也聊起王储离开这里 前往林中修行的事 有人不信 问路过的拉什卡 而拉什卡的点头默认 让百姓心中恐慌 国家战乱 王储离去 仿佛前路没有人引导他们 有人安慰自己说 车逆还跟在王储身边 也许很快就会回来 他们并不知道 车逆牵着马 独自返程 他同样痛苦难过 不知该如何向加皮罗位的人民交代 在居萨罗国 波斯尼王手握掠夺的珠宝 但一点也无法开心起来 进犯王受伤 西达多临终修行 看起来是个大好的进攻机会 可摩羯陀王顾念着 与西达多的友谊 屡次出兵相助 这其中也有 另行开辟新双道的想法 居萨罗不仅失去了 摩羯陀国的信任 还失去了大笔的过路费 西达多逃去山林 也仍然获得了胜利 这让波斯尼王愤恨不已 西达多在山林中 遇见一个弃绝者 可这弃绝者 虽身批鹤衣 手中却拿着弓箭 原来 他本就是猎人 为方便捕猎 才换上弃绝者的衣物 好获得猎物的信任 西达多为了阻止猎人 继续捕杀动物 决定用自己缝补着 金线和宝石的衣裳 与猎人交换修行衣 猎人忍不住问道 你为何要这修行衣 西达多回答 我想得到生灵的信任 与他们为友 西达多换上简单的修行衣 步行在山林中 寻找他能解答疑惑之地 与此同时 车逆牵着马 已经回到了 加皮罗位 城中的百姓忙问他 王储殿下何时归来 车逆的答案 让民众陷入惶恐 他们不敢相信 自己崇敬的王储殿下 竟然真的会抛弃 世俗的一切 选择 弃绝苦行 车逆按照西达多的要求 将断发与饰品 转交给国王 并把西达多赠予每个人的话带到 王储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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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中 西达多唯独对妻子耶稣陀罗深感愧疚 他说 每位妻子都尽力满足丈夫的愿望 却鲜有如你这般 分担我的忧愁 你明知我将离去 却并未强留 若有宏愿达成之日 千万世人 永远无法回报你的牺牲 西达多的离去 给他的家人带来的是 无尽痛苦 国王既思念儿子 又对自己的失败 感到羞愧 父亲身为加皮罗魏的插地利 儿子却成为释迦牟尼 绝望之下 他欲自尽 幸好王后及时出现阻拦 他努力劝说国王放弃这个念头 西达多总有一日会回来 倘若儿子回来 却发现父亲因自己而死 那该有多痛苦 王后的话终于令国王打消了这个念头 国王心中的愤怒无法排遣 他质问诸位大师 等日他们观看西达多的星象 都说西达多将会成为转轮肾王 可如今他却成了弃绝者 这究竟是谎言 还是他们的预测根本不准 与主大师解释说 他们只能根据星象推测人的命运 他们看到西达多将会成为伟人 而西达多又出生于帝王家 故而他们才有了西达多将会成为转轮肾王的预言 推测一个人的命运 他的出生环境将会决定他的上限 另一位大师也辩解说 摩爷王后诞下子嗣的预言 也是他们所推测出来的 而这条预言并没有错 在大师的安抚和劝慰下 国王的怒火渐渐平息 西达多的离去令很多人感到悲伤 除了提婆达多 执念和爱而不得 让提婆达多没有守住人伦底线 他出现在耶稣陀罗的寝宫 再次说起他当初的选择 耶稣陀罗大声斥责着提婆达多的行为 可他充耳不闻 还将轻挑地闻着他衣物的香味 然后扔给了耶稣陀罗 这羞辱让耶稣陀罗泪眼婆娑 西达多在河边见到了另一位 在水中禅定的弃绝者 他也跟着进入了水中 与弃绝者一起修行 弃绝者察觉到西达多仁慈的天性 并询问西达多为何弃绝 西达多回答说 为了寻找真理 弃绝者笑着建议他去看圣典 可西达多认为 圣典只给出解决办法 却没有道出原因 那样会令人产生更多疑问 这并非西达多想要追寻的真理 西达多的话得到了弃绝者的认同 在西达多的恳求下 他同意带起一起 前往阿罗罗嘎兰仙人的禁修林 这禁修林一片祥和宁静之气 日薄西山树下坐着许多弃绝者 他们席地而坐 进行禅修 而阿罗罗嘎兰仙人 已经在水中完成禅定 缓慢向岸上行走 仙人之姿令西达多心中蛰伏 弃绝者将西达多引荐给仙人 而仙人只是令西达多 先学会放下自尊 从启示开始 西达多和弃绝者一起来到城中 他按照弃绝者所教授的那样 站在百姓家门前请求施与食物 屋子里的女人很快便出来 并给了西达多自己剩下的米饭 西达多自然而然举起右手 祝福对方 他已经完全适应 弃绝者的启示行为 等他走来下一户人家时 那名女子竟是 铭记婆离的侍女 他认出了西达多 并邀请西达多进入屋子里 享用食物 可西达多拒绝了 并回答说 我不是王储 我也不会到你那里进食 我该回到静修林修行了 侍女愣愣地望着西达多的背影 他衣衫简陋 确实与过去不同 也不知自己是否真的认错人了 下集预告 西达多离去 对百姓来说难以接受 这让他们沉浸在痛苦里 臣民请求国王 一定要将王储找回 国王沉痛的应允 可他真的能找到 西达多的踪影吗 另一边的西达多 也并不顺利 仙人一直对他拜师的请求 笑而不语 他能否打动仙人的心 成功拜师呢